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9月26日錄的時候 出街9月27日 今天主持仍然是我Tony 大肥 另外有兩位嘉賓來試麥克風 看看網友覺得他們如何 將來會讓他們繼續做節目 如果網友覺得好 如果網友覺得他們不行 儘管反映 一個叫肥龍 即是否屌得 甚麼都屌得 我們這裏是一個很溫和的節目 大家夾集多一兩句 其實都沒有所謂 另一位你自己說 你想用甚麼名字 因為你有很多化名 都知道了 Dilbert 你連名字都這麼粗口 Dilbert有做過節目 不過是很久之前 很久了 因為我們都是資深網友來的 亦都 時事各方面都跟得很貼 所以 找了這兩位 上來我們節目 因為以前我們搞過幾次網聚 最大聲那個叫大肥 最多話說的 第二個就是肥龍 最多話說的 說到不停 今天九月二十六號 其實兩年前 九月二十六號你們在哪裏 在旺角 不是 九月二十八 九月二十八才衝 二十六號還未衝 二十六號衝封民廣場 是 那天黃之鋒 帶頭衝公民廣場 那天我釣魚 在維多利亞港釣魚 是 我忘記日子 星期五來的 星期日就是九月二十八 星期五就是黃之鋒 九月二十八 九月二十八肯定在哪裏 在外面人力那條隊那裏 是 那我們呢 當時就 一聽到黃之鋒衝公民廣場 第一時間衝了下去 結果呢 就睡了兩晚在外面 在中信大廈門也睡了兩晚 九月二十八就頂不住 回家睡頂 人家就衝佔領 正式開始了 時間過得很快 說這麼快兩年 這個叫做 引返佔領事件的人 據說 外面已經有很多人 明明說他連任那些都開始轉口風 不敢再提了 說真的 外面是傳到梁振英 是說他連閘都沒得進的 你們覺得怎樣看 你們有沒有看法 肥龍先生 我怎麼搞錯 你嘉賓我讓你 你覺得呢 梁振英連任 我認為沒什麼懸念 應該沒什麼機會 那入閘呢 會不會讓他入閘 我覺得入不到閘 連閘都入不到 我覺得是 因為這個人實在太陰險了 入了閘也怕他搞事 所以作勝就下閘不讓他放 不讓他進去 我認為應該是這樣 應該遲 因為上次他搞那個 其實都是中央陰點的人 唐英連 唐英連 你說是不是董建華的人 他都算是 董建華時代 他是財政司 半個 因為他都是上海佬 都是上海佬 他接替梁錦松 對 照計你都是同一個班 不過你兩隻馬出這樣 就是大摩 軍事出擊 然後威爾頓 當然不是軍事出擊 對威爾頓那隻五班 本來 你又不佔五班 說陰謀方面 陰謀方面 陰謀方面 他一班 毛齒方面也是一班 但質素 他是五班質素 扁皮的厚度是一班 毛齒也是 這件事我敢看 其實現在董建華 今早上跟我老婆睡醒才說 我說 根本上最毛齒那個 不是梁振英 是董建華 因為在這個時勢 董建華還在培植他的勢力 是 打兩手牌 那時候打兩手 現在打兩手 如果梁振英 他真的不得脫腳的話 一後背 就梁錦松頂上 贏輸都是他贏的 公是他贏的 公是他贏的字 他也贏 公是他贏的字 他永遠都不會輸 他想著數字就是這樣 看看有沒有曾鈺誠那關 因為 現在擺明曾鈺誠和他唱盤調 曾鈺誠肯定有人出來 他們那邊 不管是誰 胡蘇貞也有誰 一定他們有一個人推出來 所以 由 說想更上一層樓 現在變成了 說 我不想選特首 因為不想選特首的話 就是說 有一個人已經肯定會出來 沒錯 那個可能是曾俊華 如果曾俊華和梁錦松兩個爭 那就是沒有梁振英份 大家擺放兩個經濟 我也認為這樣會比較相似 有一件很重要的 就是說 如果不讓梁振英入閘 即是他連任 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 因為你知道這件事 要加上什麼樣子 你讓他入閘 其實等於送給他了 所以不可能讓他入閘 如果你不讓他 如果你要換馬的話 就要看看怎樣玩 因為現在 就要看看 我們人家口中的戴妖 現在在說怎樣搶這個損位 損位 現在要看看搶到多少 其實都很難的 你搶到多少損位 看看多少 如果去年二百多 二百二十左右 如果他肯搶的話 有機會接近三百的話 他不可以主導到 即是他不可以說 控制到誰贏 但是他可以左右 三百票足夠左右 他足夠左右 哪個機會大 他就倒去另一邊 是的 還有一件事 就要看看 周浩誠幾天不是說的 就說 泛民一定有一個人出來選 其實呢 我很懷疑 其實泛民現在哪有人 有能力出來選 不是 泛民已經說出來 他們不會派人出來選 他們只要做王者 不能夠做競爭者 但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個世界 有些人會供出來 鄭家富哪裏來的 那些人 如果誰 原本是泛民出來 那些人就有問題了 你已經可以肯定 但我也說 即使泛民真的有個人肯出來 或者是鬼 現在那些人普遍不會支持那些人 一定不會的 因為那些票是扔下去有機會 那些人要做 如果你拿到300票 即是說 800的選位 沒有人超過600票 是不是 1200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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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300左右都大力 你300左右都大力 你300左右都大力 實際就差300多 你自由黨那班都已經有300多 那你加成哥輸到100多 是呀 成哥自己可以直接控制 但有60票左右 這麼少嗎 直接控制 間接就不知道 有些間接的 是呀 整個做生意的商界 即是你一倒票下去就贏 上次都是一樣的 上次就是沒有倒票 上次抹開了 上次的局就像陳水扁當年那樣 是吧 不過他都拿過半數 688 都拿過半數 但是因為有些倒了過去 如果你初初那些說 如果范園肯支持唐英連 有機會那些倒回頭 那次已經要吹哨雞 要留閒東來深圳 督屍的了 才有689 你現在你想想這一次 分分鐘再分散一點 就真是你那幾百票可以做王 沒有 因為你看回香港 真正是頭在他那裡 到現在站得這麼硬 還是新世界 接著就行龍 但新世界直接拿到最多利益 近這幾年 地產的發展 和他到處拿地的情況 新世界是最積極的 未見過他這麼積極 但是你也看到民建聯 民建聯現在都還頂著 還頂著 還頂著689 工聯會已經散了 工聯會散了 不是因為689放棄他 是因為他被人取代了位置 被中聯辦過了他一道 可以這樣說 因為他那個是典型的 人們覺得他賣相不行 已經沒辦法再在香港騙食 騙人騙不到 另外還有 現在的人是找那些 他兩條路 一個就是經文聯 一個新聞黨 用這兩條線去吸引一些 建制那些 親建制的專業人士 那麽那個賣相包裝各方面都好些 工聯會 首先 沒有什麼年輕人會支持工聯會 你一說出來 還有他們賣相不行 這個情況是這樣的 其實香港的左派伴 親爺爺那邊的組織 其實都經過幾次轉型 你記回以前 很早期 就想去民建聯 民建聯工聯會一家親 最初的時候 發覺不行了 我也要找個打 打中產 找個打下面的 民建聯 開始走中產 怎麼說呢 工聯會一向都是用來打 基層 打街工 打職工民 民建聯就是用來對民主黨 現在就要捧業樓出來 對付公民黨 就是一級對一級 有個對口單位 你有什麼組織 我就拿什麼類似組織來搞你 總之你有聯會 我就有協會 我有協會 你有學聯 我就搞學協 你有教協 我就搞教聯 除了支聯會 沒有一個對口單位出來搞 其他都有 因為支聯會沒辦法搞 我也搞了一個對口單位 當年 不過那個就是 追擊民主黨為主的以前 你看看 現在整個環境 梁振英去到 縱伴親尼未 還沒有 因為民建聯還是站在他那邊 是 周浩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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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浩鼎和李慧琼 是的 很明顯 那些駐馬還落在他的身上 我是這樣看的 我覺得 民建聯不是落了一條票 在梁振英身上 但是梁振英做任何壞事 有你民建聯份 你不能夠 就像現在你 橫周那件事 你說支持特權法 查梁振英 就是查梁振英 梁振英 就是你民建聯的人 就是查你整個民建聯 你民建聯全部有份 那你怎樣奪關呢 唯有就是 你硬硬要倒進去 支持他 讓他不要死 他死了 你要跟他一起撞 但是工聯會就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呢 你一選 你工商界走了一大半 工聯會都走 連新民黨 這件事肯定沒有新民黨份 所以葉劉都轉口風 我們什麼什麼 他突然發慘 甚至連這個西環契仔 謝偉俊 他講得明不信這個特首 是啊 他看風去哪裡 雖然你中聯辦捧了我出來 但是你中聯辦 你都快要釘了 我還不走 是不是 我要跳船 自由黨那些已經走了 所以說沒有了 因為連你那些人都要跳船 你現在是民建聯 因為跟你黏了 永遠扣死了 他支持你 不行 所以我不是說 如果他能夠入閘 他便會有機會贏 所以他應該是 閘也不能夠入 是 最好的方法就是 入閘 他便會贏 如果你要不讓他贏 如果你要不讓他贏 就一定要連入閘都攔住 是的 那什麼時候報名呢 很快就要 好像11月報名 還是多少月 12月應該是選選位 應該先過了 哦 是的 真的厲害 你這麼留意 剛才跟你吃過那頓飯 真是抵請你 真的 別這麼說 我也是 他很貼的 跟得很貼的 我們這些真是 救命的 你不是嘛 你認識的 是 黑肥龍馬上笑到 我們真是不知道 剛剛看完 我們打算做這個節目 加上肥龍這些 對口單位抗衡Berry媽 講粗口一樣這麼學歷 這樣也要找些東西 才可以吵 說話有料的 我們當然要找個對口單位抗衡一下我們這個劉細良 大家都更適合 一邊再說下去 那不要說 不要拿Berry媽來跟我們比 是吧 跟肥龍而已 不是跟你比 是啊 不要跟這個節目 不要拿他的節目跟我們這節目比 是吧 沒有 我們沒有什麼必要講其他人的節目 讚別人又不想 彈別人又無謂 我不是啊 我沒有彈他沒有讚他 我只不過說 見到他們做這個風格 有這麼多觀看 我們特意找一個人來抗衡一下他 明白明白 不是啊 鄧腳也要 另外開些節目 說回其實 剛剛那個城市論壇 剛剛星期日 就是無線無播的城市論壇 幾個人上去的 有一個姚重嚴 然後有一個侯志強 這兩個人上去講 侯志強其實他講到一件事 根據這個不平等條約 是吧 講到去到南京條約 跟著又說 怎樣怎樣怎樣 其實有個問題 有個問題 當時我立刻浮現出來 你這個土地 現在你們有丁權 這些響響響響的特權 中國從來未發生過 中國殺幾千年的歷史從來未發生過 這些是英國人送給你們的特權 現在回歸了祖國 你還抱著英國人送給你的特權 還有 在神州大地960萬平方公里 你上面的親戚朋友 沒有人有這個特權可以蓋房子 為什麼你擁有這個特權 人家沒有 他們這幫人在五十年代 應該被人掃地出門了 在大陸 應該吊飛機為玻璃 你錯了 大陸的公社制 本身的村位 所有的土地 其實跟現在的太公分之肉 是完全一樣的 跟我們走遲堂 那條村有發展 賺到的錢 跟著全村分 只不過他們建屋 就是村位去建 就不是你有個丁可以建 而且你的丁不可以賣 因為地都是村的太公 為什麼呢 如果現在香港回歸了接近二十年 人心未回歸 為什麼呢 你的村民 雕民 應該就好像對付烏陷村 對付他們 是不是 你們在爭取特權 在搞搞震 在破壞香港的繁榮穩定 又要出黑社會 又要恐嚇立法會議員 這些事情 是嚴重影響國家的形象 老實說 中國的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所說 殺他二十萬 繁榮二十年 是不是 有個網友問我 如果這些新界人反抗怎麼辦 反抗就派二十七軍 對不對 最厲害的是 我們中國人就是不缺軍隊 沒錯 不缺外國的 我們缺橡膠子彈 真槍實彈 大人把 可以用回 現在進步了 烏陷村用橡膠子彈 進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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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不需要 那些快要過期 用了先 打了先 打了先 那些從來都不夠 六四人都是不夠橡膠子彈 沒有啊沒有 是不夠 不是啊 六四他們用達母彈 即是開花那隻 知道嗎 打進去體內 是從體內爆出來 叫達母彈 大陸就叫做開花彈 那些人說 有時 用不需要這樣做 可以和平一點 就學林彪 圍長春的方法 把所有的十八鄉 重重圍困 出來就開槍打爆頭 這樣就沒有人出來 在裡面吃 吃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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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小孩子 逆之而食 小孩子吃完 看有沒有老鼠蟑螂 沒有 就投降 要不要丁權 要不要建丁屋 不用了 立即交回所有車 用圍長春的策略 解決一定解決到 所以有兩條路走 不是圍長春 就搞一個 就搞一個 鄧小平所說 你有多少人啊 新界 為了國家的繁榮不穩定 有時要犧牲少少 是不是 不過我自己 我自己覺得 未來這十多年 丁權的問題會解決 是 因為這件事 獲得了之後 是 共產黨真的不理你 因為他們想著要做的事 他們就做 根本上從來都是沒有理 沒有理你的人是怎樣的 即現在被破壞一國兩制 他是沒有想的 最重要是我做 我做 就是權在我上 我就要用盡我的權 你現在跟我爭權變成了 你不要覺得候志強很過癮 我告訴你 一直是這樣 我認識的是共產黨 是不會跟你講 不會跟你講 一定搞咎你們 是不是要等到2047呢 當然不用 當然不用 丁權都是七十年代才有 不用的 因為新界 因為英國人要發展新界 才拿丁權出來跟你交換 共產黨如果要搞你 如果要搞 即時搞得 因為基本法 逐個逐個動你 西瓜靠大邊 當你的民意 共產黨要在香港樹立威信 和樹立他的民意 最好搞新界佬 先搞新界佬 變成你獨立本土都沒有 因為在那一刻 就全部歸邊 共產黨沒有那樣東西 看這件事很準 從來都是 一有事的時候 就搞你了什麼 就找一件事出來打 然後集中所有人的力量 就打這件事的時候 就全部人歸邊 站在我身上 共產黨從來都是做這套 對 炮打絲領培都一樣 對 現在經濟不太好 補不到八 七都補不到 最好我們做什麼 當然是搞多次六四天安門 要繁榮 原來搞 犧牲少少人 搞人就行了 令到香港有五十年的繁榮不定 殺他二十萬繁榮二十年 殺夠五十萬繁榮五十年 更好過五十年不變 不用 好像滿清 他偶爾會養貪官 換了皇帝之後就抄家 對 這樣就突然有很多錢 一些錢放在那裡 總之一抄家 立了 不是滿清 從來所有的時代都是這樣 永遠都是 總不知到朝廷太腐爛的時候 皇帝太腐爛 控制不到的時候 選人出來制旗 選人出來制旗 然後就好皇帝 現在支持的人做得不好 就殺了貪官 好了 到他殺了你 然後拿了錢 他有錢 然後他扶植另外一筆貪官 到你的貪官用盡的時候 然後再殺一次 現在也是一樣的 這是必然的 共產黨 玩這些 他們厲害過你們的人 但現在捉到的貪官 好像都是一千幾百萬 現在越來越多了 現在的銀碼開始大了 大了一點 其實他殺了你不是一千幾百萬 不過心理影響 就說你貪得沒那麼多 其實已經滑了水回去 這個必然 就是你看見韋小寶 去澳白家抄家 抄越少了 到時候公佈出來 就剩下幾百萬兩 是不是 這條數是這樣 因為共產黨是用你的時候 他就 從來都不理你 不理你那個實際是怎樣 他用得著你就用 梁振英都是用得你 現在這班的圍頭人 你就拿著 當他不需要你的時候 你已經是 尿壺來的 你臭甲押共產黨 第一時間要打爛你 是 講多一點給大家知道 其實 深圳有個地方叫前海 大家都有聽過 我知道 其實就是 因為我們 後果之前 那個叫做 聽回來的上面的消息 就是這樣說 前海 就是唐英年主導的 當年就是 想著在 大陸的一個地方 再在特區之中的特區 就是 用來做一個深圳和香港中間的一個橋樑 是一個經濟特區來的 到時候裡面的東西有免稅 金融 最重要是想扶植在大陸的金融 因為他覺得香港 這個金融 只有香港是不夠的 想在深圳 扶植多一個 這樣的特區中的特區 現在已經是做了 是啊 為什麼現在 其實前海之前 有幾年沒有動過的 停滯不停 現在動了 就是近這半年 開始大攪了 為什麼呢 因為 這個梁振英 因為他是鬥倒了唐英年上台的 所以前海是上面撐住的 到現在 這個信息是 梁振英 九成九沒有路了 所以前海就要上馬了 現在前海 是全深圳 樓價最高 已經去到差不多 最厲害的 現在已經是十二萬一平方 即是萬二元車 哦 今天你未看新聞 已經不止了 今天我未看新聞 兩個禮拜前 因為我剛剛沒有兩個禮拜前 我有個朋友 他邀請了日本的大師傅 在那裡開連鎖拉麵店 第一間 是 在前海開的 好像那間什麼藍 一藍 一樣站在那裏 屌你老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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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屌你老媽吃完之後走 沒得坐的 沒有 快 大師傅 很小 很貴 大師傅 這麼草 開了 開了 打算做連鎖店 但是真的 早兩個禮拜叫我上去 你來幫忙 看一看 吃一頓飯 我說我不來了 但之後去過 是真的這樣 但好旺 現在前面 已經是所有基本上進鎖了 很多現在國際機構是進鎖了 接下來 其實它是想將前海 因為它會給很多自由度 給前海 外匯的出入是會很自由的 出入來香港 所以有機會是幫 怎麼說 輔助香港 亦都輔助深圳 令到深圳等於幫深圳 upgrade 其實就是 所以 接下來這個前海一大搞的時候 就是說 很明顯就是梁振英 那個路線就會消滅 因為其實梁振英上台幾年 香港社會是撕裂了 上面都知道的 你猜不知道嗎 董建華做了七年 然後那個叫曾蔭權做了七年 從來沒有人說我要搞港獨 你梁振英上台 立刻有人搞港獨 為什麼呢 因為梁振英自己爆的 你真的自己撕裂香港 上面 因為老實說 暫時 未來二三十年都不能夠沒有香港 就算有前海 有一百個前海都沒有用 你最重要就是香港 因為香港始終香港有一個品牌效應 人家是信你香港 梁振英在這裏 是令到香港發揮不到他應有的角色 所以上面 其實我幾個月前已經說了這個節目 就是 他是要把梁振英的路線換走 換一條溫和一點 大家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是安心賺錢的 有一個問題 很多時候大陸的宣傳 很多人中了招 香港也有很多人中招 我覺得 快要取代你香港了 不用你了 老實說 大陸 是未試過 49年以來到現在 未試過這麼靠香港 是啊 很簡單 周六福 你看一下 香港的老鳳場 香港的老鳳場 都是因為他們真的要扮香港 國美以前未拉的時候 又是包先師那裏 還有啊 還有啊 那些人都扮得 那個先師 那些老鳳場已經賣掉了 不是啊 我講國美那時候在那裏租 那不是那種物業已經賣給人 買了給蔡志明 沒有關係的 還有啊 還有一些可以扮香港 大陸那些 有些人不知道 問鳳凰衛視是否香港 是啊 不是啊 因為它有香港台 鳳凰衛視在國內 有香港台 就是扮到 我之前節目講過 在很多年前 嘩哈哈特地在香港賣廣告 那些人不明白 因為在香港是沒有嘩哈哈買的 沒有在香港出售的 他們在想一想 為什麼你會在香港買廣告 還要在黃金時段買 他們就說 只是在黃金時段買便宜 在中央台買很多 而且在香港賣 是香港名牌 就變成了 大陸是相信你香港 是不相信你大陸 所以他們 吃了會不會大頭 所以他們 嘩哈哈是另外一種 國內是一個很出名的品牌 現在也是 現在也是 他當時特地在香港賣廣告 我記得應該是2006、2007年 當時香港人是不明白的 為什麼 香港人是不明白 香港的品牌 原來這麼值錢 是真的 到現在都很值錢 都說了 你想想 上面請一個明星 你想想 蔡豐華在香港 有沒有人給錢買演唱會票 在香港的品牌 在大陸賣到盆滿盆滿的 爆的演唱會票 香港有很多 很多明星都是這樣 現在最近艾威在上海開演唱會 跑歌廳都跑到盆滿盆滿 香港有很多明星 香港已經沒有什麼市場 回到大陸 是還沒有賣的 有地而春 為什麼 都是沒有什麼市場 不過他們所謂沒有市場 都比香港強 因為市場大 瘦死的駱駝比馬大 因為地方多 我都說了 你只是在大陸賣瓜子 你都可以發達一個市場 以前我在上海勞工的一個市場裡面 看到 早上的人 五點鐘已經開工了 一到十點鐘 我那個睡醒 下去十點鐘 整個地下都是瓜子學 整個市場 充滿了瓜子學 你想想 賣瓜子那個人都發達 是嚇死人的 在市場裡面賣瓜子 所以吃瓜子都吃死你 是啊 真的賣瓜子都發達了 整個地下是厚厚的鋪著一層 像下雪一樣 就這樣吃吃吃 五個小時 已經整個市場都在瓜子學 你想想多誇張 也都證明你不是長期在大陸生活 在大陸生活 如果長期在大陸生活 你不會吃瓜子的話 即是那些鷹鵡瓜子 我們不是說我們吃瓜子 我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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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點是你沒有辦法生存 因為一是吃煙 就是吃瓜子 現在不准吃煙 就全部吃瓜子 現在大陸的煙價 這幾年已經升了兩倍 不是 現在限制的最貴五十元包 最貴五十元 但是便宜的煙已經升了兩倍 這個必然 煙是好三次 有幾元包 現在連紅商起 即是紅塔山 四元包 現在都變了過十元 你知道嗎 所以生活指數很高 不過我這樣說 又說回梁振英 這一次我自己看 那個奶媽 我們那個已經收了檔 林鄭 現在真的出來跑 現在先放風 就是梁錦松 就是曾俊華 你現在說不到第三個 現在連葉劉都想棄梁振英 就是想自己出來跑一跑 說他從來都想搏 但是現在你站出來 他都還未夠膽開口 說我自己要去選 以及上次我們的分析 中央補償給你了 還給你了 還給你了 這個從來都是 你輸了 就屌你了 有機會再上層樓 你贏了 不會讓你成勝追 因為你已經拿到得到的東西 其實這個可以很簡單 很多地方的選舉都是 輸了一場小 反而贏了一場大的 陳水扁 陳水扁 輸了台北市長 就贏了總統 蔡英文也是 蔡英文選新北 輸了給朱立倫 贏了總統 是一樣的 所以是這樣的 這節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一節回來再談